从汐止伯爵街一路往上 这处大公鸡公园是附近好几个社区休闲运动的地方 而入口处四周围上铁围离的位置 就是湖心市民活动中心的基地 争取了十几年突破一道道的难关 从105年就开始推动 去年11月公务局核发建造后开始动工 时间过了四个月 新北市医院白佩儒就特地到现场关心 施工状况还有进度 我们是预计6月多年底他们拿到10兆 然后其实就可以开工的东西 他会来验售吗 所以因为年底比较忙 他们工单会都 应该为我们教来进度 我们靠到两个月晚 我们的保存感 靠他们的心我们的输家 那目前大概整个工进将近一半了 那进行这个组装的工程 那我们希望说今年年底 可以让这个湖心旅活动中心 顺利来取得使照 那也就这个内装的部分来进行讨论 希望湖心旅活动中心 不只这个外部能够照着工进来完成 这一带社区两三千户居住七八千人 但是都没有室内聚会场所 所以一直以来地方都一直推动 新建活动中心 所以规划将盖一层楼的活动中心 目前工程都在其成中 预计快的话六月就能完工 接下来就要开始申请执照及内装 那也希望说内部的这个装修 进度可以跟上 然后经费相关的经费 我们也会请这个民政局 来积极的来协助 然后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明年的春天 可以让这边附近的湖心门 有一个更好的公共空间可以使用 那今天来看整个工进 是有按照这个公务局的报告 那也希望说国务中心 在这个完工之后 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使用空间 目前工程进度42% 地梁已经灌浆完成并且进行楼地板钢筋绑扎 积电以及排水配管等工程 工程经费大约是1898万元 室内空间分为两大空间 其中规划为里民活动中心 以及一大一小多功能室 预计六月底要完成建物四座工程 接下来就要开始申请执照及内装设备等等 要拼今年底启用 解决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cept计的四座工程 12个的总裁 误會呈我们